接下來要的是簡單的小數標 實驗室安全守則 昨天要各位寫著學家的後面 要問你進實驗室要注意什麼事情 我們後面有個圖片幫各位再說一下 然後呢 要請你清楚實驗室的安全守則 然後了解認識各種儀器的實驗儀器 要知道怎麼開 要知道怎麼關 要知道怎麼操作 要知道會開 要會關 要知道怎麼操作 然後呢 要遵從老師的要求跟指導 我講過的進實驗室你只能夠做我要你做的 你只能做我要你做的 我沒有知道通通不能做 通通不能做 OK 然後呢 這個講義35頁有一個安全守則看一看 那個也沒有包含說 因為各個實驗室的設備情況不同 每個實驗室的要求不同 那只是一個簡數的說法 然後這個網頁上面有個實驗室守則的影片 各位可以自己欣賞線上教學網站上就有連結 你可以直接去點就可以看到 這個叫做實驗室的安全守則 現在開始要講重點叫做實驗室的操作 第一大重點叫做酒精燈 酒精燈 要裝酒精要裝到八分滿 湯宣滿血三分之二 就是要裝的有點多又不會太多 太多 太多 好 不夠的時候用LOGO幫忙裝進去塗上 幫你顯示好為什麼要裝有點多又不會太多 因為酒精燈會蒸發的關係 所以它是用一個套在上面並不會鎖起來 那鬆鬆的 於是乎你如果太少 酒精會蒸發很多蒸氣 那個容易爆炸 燃燒爆炸 酒精它容易會倒出來 會流出來 所以要裝的有點多又不會太多 八分滿 八分滿 OK 八分滿 那也因為它是套在上面沒有鎖起來的關係 所以點酒精燈的時候 一定要用打火機或火柴去點 不可以用酒精燈點酒精燈 因為你右手邊那個 它可能會怎樣 酒精燈會露出來 你看它並不是鎖住的 它是靠上去而已 靠上去而已 它會讓它身外的流出來 所以就會發生危險 所以一定要用打火機或者是火柴 絕不可以用酒精燈點酒精燈 酒精燈要熄滅的時候 就用燈罩蓋起 不要發揮你的內功 用嘴巴吹 你那個吹出去 會有一些東西跑到別的地方 那些可燃的 它可能會使別的東西燒起來 你懂嗎 所以要用燈罩蓋起 用燈罩把它蓋下去滅掉 不要直接把它吹掉 所以要如何蓋起 用酒精燈蓋起 然後下一個叫做 如果酒精燈打翻了 外洩了 用濕抹布蓋起 所以把它蓋掉 來 每一年都重複這個故事 多年前 多年前 學生做實驗 講解完實驗步驟 開始做 我在前面跟學生講話 知道一下 突然聽到後面一陣罵聲 狡聲 我就走過去 桌上酒精燈打翻了 燒著熊熊的火 旁邊同學指著一個大哥說 你是豬啊 你笨蛋啊 你白癡啊 酒精燈打翻再燒起來了 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然後我就看他們說 各位 現在酒精燈在燒 你應該怎麼辦 放我 我說滅我啊 下一次更氣人 怎麼滅 國三喔 那是國三喔 而且考過複習考試了 後面有時候 怎麼滅 我就送我自己去拿 師傅我把它蓋起 教訓一 做事有輕重反擊吧 酒精燈打翻正在燒 你不滅我先罵同學喔 所以嚇他 笨啊 豬啊 蠢啊 酒精燈打翻了 然後就放他那次去一招 放他去一招 第二更氣人性是 你國三耶 學過了耶 考試考過了耶 你問我 怎麼滅 這不是考試用法 這叫做生活要用 配合這次的八仙城報 那個也是我們有教的東西啊 那個也是我們上課會教的東西啊 注意啊 注意啊 好 希望你不是那種考試位置 師母覆蓋起 燒起來了 老師怎麼辦 怎麼滅怎麼滅怎麼滅 不要做這種蠢事啊 這不是考試用 是生活要用的 生活要用的 請你希望你能夠理解 OK 這就是有關於 酒精燈的使用注意事項 要怎麼裝酒精 要裝多少 要怎麼點燃 要怎麼樣把它熄滅 萬一它 噴出來著火了 要怎麼處理 這都是考試我們會問的問題 請你把它記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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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